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曲荣江 俄乌战争第26天了 俄军持续针对首都基辅 以及南部大臣玛丽宫进行猛攻 其中俄军第六战车团 昨天进攻基辅被乌军击败 那俄军还有距离基辅70公里的据点 也遭到乌军袭击 持续的往后撤队 其中俄军一支禁卫的空降旅 只剩下一人存活 其他部队已经拒绝上战场了 那还有乌东两个叛逆地区 昨天乌军七次击退俄军的进攻 有170名俄军士兵阵亡 现在重点就是南部的大臣玛丽波 俄军昨天狂轰猛炸 欧洲最大的炼钢厂已经被炮弹摧毁 当地还有一所艺术学校 俄军也是不放过 大约有400人在里头避难 状况是很不乐观 恐怕会遭到活埋 那俄军还把数千名的马利波人 强压到俄罗斯 难道是要重演二战时期的集中营吗 俄罗斯呼吁马利波的乌军要放下武器 而且现实今天 周一的上午5点钟前就要做出回应 当然乌克兰的副总理就说了 拒绝放下武器投降 那俄军现在是加持平民 逼政府投降妥协吗 但是明明俄军是被乌军打爆啊 怎么还有脸要求人家投降呢 而且俄军有7名高阶将领阵亡 死一位将领可能是意外 但是死六七位是怎么回事呢 都被锁定击毙吗 而且将领都要上前线 这是代表士兵跑光了吗 还是他们正在想办法 互设成为伤兵呢 俄罗斯军方昨天就宣布 使用两枚极英素导弹匕首 命中摧毁乌国西部的一座弹药库 以及油料库 但是从公布的影片来看 似乎有点怪怪的哦 怪在哪里呢 到底是打中军火库 还是骨仓呢 使用极英素飞弹 就代表俄军赢了吗 现在到底他们是在打什么算盘呢 自己也想赶快结束战争吗 但是俄罗斯总统普丁 恐怕还不想结束哦 传出他下令合战演习 俄国的高官自己恐怕 已经吓得半死了 那乌克兰的情报揭露 俄国精英正在密谋暗杀普丁哦 不惜下毒 这是真的吗 还是他们认为 如果继续再跟普丁疯狂下去 会加速俄国的政权走向灭亡吗 现在俄罗斯出现了民众 抢买物资的情况 为了买糖买卫生纸 大排长龙 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 竟然出面来骂民众 说你们太大惊小怪了 那为什么俄罗斯的民众 会恐慌采购呢 现在的俄罗斯经济 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股市今天要恢复交易 会出现什么样灾难性的后果吗 俄国经济崩盘 中国会出面来帮忙吗 送毯子给乌克兰 为什么会惹乌国的副总理不爽呢 中国正按住俄罗斯吗 最新的局势发展 今天我们节目中都有深入分析 现在要来宾 首先是备议少将 于备陈将军 中将好 大家好 再是政治评论王景明 大家好 责任媒体员邱明玉 大家好 是责任媒体员吴国栋 中将好 大家好 再是国民党 台湾市议员黄金平 中将大家平安 责任媒体员王世奇 大家好 再是政治评论员李正浩 大家好 先来关心 俄军持续轰炸乌克兰 首都基辅呢 昨天晚上遭到炮击 那至少有一人丧命 另外在东南部的港口城市 马里坡 也是不断遭到炮轰 一间收留大约 四百人的艺术学校 也惨遭摧毁 俄军呢 海下最后通牒 呼吁当局 要在今天投降 那乌国的副总理表示 绝对不会投降 乌尔开打快一个月 乌国东南部港口城市 马里乌波尔 被俄军轰到 快变废墟 乌克兰政府表示 大约四十万人 被困在这里两个多星期 俄军猛烈炮火 造成当地断水断电 也没有暖气 而俄军继日前轰炸 有千人避难的老西院后 这回又朝收留百人的 艺术学校开炮 最后一名撤出 马里乌波尔的欧盟官员 希腊外交官形容 当地景象惨不忍睹 马里乌波尔最新撤出 超过七千人 不过地方政府表示 有数千名民众 被强行带到俄罗斯 而经过数周停滞 不前的攻势后 二军现在对马里乌波尔 下达最后通牒 要当局投降 还说目前在俄国的 六万名马士居民 都安然无恙 同样位在黑海的 尼古拉耶夫也战况惨烈 军事基地被俄军 轰成瓦利 医院里则到处都是伤患 至于首都基辅 也炮火猛烈 住宅区跟商业区都遭轰 酿成死伤 不过无国人的顽强抵抗 也让俄军折损严重 莫斯科当局证实 黑海舰队副司令 怕力在马里乌波尔的 战役中阵亡 乌国官员也宣称 俄国攻势基本上已被冻结 联合国表示至少有900多名 乌国平民在战争中丧命 如果双方再不停火 死亡人数恐怕只会有增无减 好 俄乌战争的最新战暴 俄军是持续狂轰猛炸 针对基辅还有南部城市 把人家的国家炸得体无完肤 炸得面目全非 但这就代表你战争赢了吗 来正好 现在俄军进攻基辅显然是没有效的 俄军的一个什么 禁卫空降女 居然只剩下一人存活 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现在重新讲基辅哈尔科夫 这两个北方城市 还有南方城市的马里坡 马里坡是为了要连接 南方跟东部战线的重要城市 这三个城市俄罗斯久攻不下 然后赫松顿内资克跟卢干斯克 乌克兰大反攻 然后奥德萨俄罗斯放弃进攻 我先讲这个所谓的基辅哈尔科夫 跟这个所谓的马里坡久攻不下 因为这画面我们已经看太多太多了 俄罗斯是用所谓的淡海战术 可是问题是淡海战术 你没有办法瓦解一个城市吗 对于当地城市的军跟民来说 只要有适当的掩体 你打来的时候我躲 你进口的时候我把你打回去 再加上你没有补给 俄罗斯现在困境就在这边 重点来了 赫松顿内资克跟卢干斯克 既然有大反攻 让我们非常非常意外 我先讲顿内资克跟卢干斯克 他就是乌东那两个区域 对就叛离区域嘛 对这两个区域是非常非常亲耳的过去 然后也是俄罗斯最一开始 一下就拿下这两个区域 可是没想到现在已经 七攻七失守 对于俄罗斯来说 就是我好不能打下来 然后乌克兰打回去 好不能打下来打回去 七进七出 所以这东西就让我们很意外嘛 因为卢干斯克跟顿克斯克 你都手不做话 你可能会全面的溃败嘛 那奥德萨我们直接一直讲 俄罗斯要抢摊 要抢摊 要抢摊 你只要抢摊成功的话 我就可以这个把整个南部的黑海 全部控制住嘛 对不对 就奥德萨现在状况是俄国退军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连黑海舰队的副司令 都被杀掉吗 对 我一个个讲 现在整体而言 华府智库战争研究所 特别说 这个战争研究所 其实我们很熟悉 我们不是每一天都会拿那个攻势图吗 今天俄军进展到哪里 然后乌克兰打回到哪 那就是战争研究所的 每一天的daily的报告 他说至今俄罗斯所有的26天 目标都宣告失败 话就是他没有一件事搞定 那细分为什么宣告失败 很简单 陆幽 海幽跟空幽 全部都没有 第一个我们先讲空幽 空幽赫尔松俄罗斯在很快时间都打下来 可是上礼拜我们就跟大家讲 赫尔松乌克兰正在大反攻 对不对 就我们今天看到画面 赫尔松的机场 俄罗斯的这个卡车 开始拖着什么 赫尔松俄罗斯的直升机 开始用拖着一路走 一路走一路走 把直升机这个拖走 就这个画面 这很有趣 直升机为什么不用飞走的 要拖走的 这是关键 我先讲 当他们这个动作出来后 表示机场被占领了 已经不是你的 赶快把直升机拖走 对 第二件事情 为什么不是飞是拖 三种可能 第一个摔坏 坏掉了 可是俄罗斯最近我们大家了解 他坏掉就丢了 他什么东西都可以丢 为什么不可以丢直升机 所以应该没有坏 他还有占力 那只剩两种可能 一种是没有 第二种是没空幽 对不对 增上去被打下来 对对对对 一个是没油 一个是没空幽 可是问题是卡车有油 卡车有油 你卡车有油 最少你后勤补起 可以过来 你为什么 我认为这个画面 其实最重要的意义是说 直升机不敢起飞 你直升机起飞 被直升机飞 被打掉 所以这个画面 是最清楚告诉我们说 俄罗斯没有空幽的铁证 有直升机也不敢飞 有飞机也不敢飞 尤其是最近 非常多的苏凯战机掉下来 为什么 因为拜登宣布要给防空飞弹 然后海 空幽 海幽 黑海舰队的副司令 会死亡 这是很意外的 因为之前我们都谈的是什么 侦察兵的司令 空降兵的司令 你还可以说 俄罗斯的士兵 习惯了身先士组 我是将军 我就往前面冲 可是你如果是黑海舰队的副司令 因为舰队是有战型的 对不对 他外面是有取主舰的 神盾舰的 那你在自己的主舰上面 你也不会跑到甲板上面 你会在舰桥上面指挥 所以你如果 外面是有护卫舰 驱逐艇等等的 神盾舰等等 那你的舰队 你在舰队里面的舰桥 还被打掉的时候 这就是精准打击嘛 现在是到底他在船上被击毙 还是他登陆的时候被击毙 他副司令不会登陆的啦 副司令海军陆上就登陆完 单头保搞定 副司令才会登陆嘛 什么时候副司令要登陆了 但如果在船上被击毙 那就糗大了 就是很多鬼故事 就是为什么乌克兰的这个火炮 可以准成这样 你不是只有老式的火炮吗 为什么两个礼拜前 那个所谓黑海舰的隐形战舰 在晚上会被抓包 然后被击沉 现在副司令可以被打死 我在讲 那副司令一定在组舰上面的舰桥 很难集成 然后呢陆军那不用说了 陆军最大的优势就是坦克 抱歉现在遇到标将 全部都没有嘛 所以你看陆海空 三个地方优势都没有 然后那些地方 基辅哈尔克福 马力波九宫不下 赫尔松 顿内斯克跟鲁克斯克 被乌克兰大反攻嘛 所以俄罗斯现在干嘛 搞极音速飞弹嘛 我们刚刚看到极音速飞弹 很多人都害怕 哇大杀气出来 奥斯丁美国的国防部长 很难得的 特别针对这个极音速飞弹 做出评论 他说这是很先进的武器 没有 但是没办法改变这场游戏规则 为什么因为乌克兰化整为零了嘛 你根本你要打哪里 也就是说那俄军觉得 好像用极音速飞弹 拿出来感觉好像就赢了 对这是士气上的问题嘛 可是问题是你能打哪里 极音速飞弹有两个是非常非常厉害 比如说我举例哦 假设今天他们老共要打台湾 斩首打总统府 我们我们根本防都没办法 可是乌克兰现在已经整个散开了嘛 第二件事情是打船 极音速飞弹如果对舰的话 会造成反矩子 就说美国的航空母舰 或是北约航空母舰 根本不敢靠近那个地方 跟你现在打村庄 然后村庄里面 你也搞不清楚是粮仓还弹药库 就算是弹药库好了 你也不划算嘛 你极音速飞弹多贵 然后而且俄罗斯的极音速飞弹是很有限的 因为2021年才开始服役的 他留下来是要避免 美国跟北约军队介入的 就去打一个乡下地方 搞不好打仗还是骨舱 打个骨舱那就闹笑话了 我跟你讲打到弹药库 我觉得还勉勉强强 你打到骨舱 如果是人家塞给你的假旗帽 你打到骨舱 那你不是浪费吗 所以这些都可以看到 俄罗斯期现在 我觉得有点恼羞成的感觉 就像我们讲杀人等等 可是哦 好像真的拿乌克兰没有什么办法 是好 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情况 感觉上俄军拿出那个大杀器 就以为就赢了吗 事实上并非如此嘛 也就是你狂轰猛炸之后 你还是需要地面部队 那现在所了解到 俄军在距离基辅的 70公里的据点 就遭到乌军的袭击 来杰明哥 那看起来这个乌军还 就是说俄军持续的往后退 那显然在这个部分 他们说这是俄军损失 是二战以来最惨烈 那相关的包括部队 说拒绝上战场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事实上最近最恐怖的事情 是他第六分队坦克车 直接全速歼灭 画面真的有出来 那真的太可怕 整个是一个废墟的状况 那这表示一件事 其实乌军的实力 是相当惊人的 这里面其实我观察 几个重点 其实第一个重点是 为什么一个海军的上校 这个人他其实以前 是乌克兰人 但是他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 他不愿意再替乌克兰效命 他特别参加北海的舰队 而且他事实上呢 是俄罗斯里面 少数具有战力的一个人 竟然会莫名其妙 在马力波的外海被阻杀 那我们知道马力波基本上 已经被炸的稀巴烂了 所以看得出来 其实这个乌克兰军队 真的藏匿的无中无影 而且最近几次战役 也突然发现到 这乌克兰的这个 所谓的坦克车 突然出现 火箭炮出现了 所以这里明显的看出来 就是事实上 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 乌克兰确实有准备好 那这是我们看到 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第二件事情 为什么这些将军都要出来 好 刚才我们一开始 这个我们主持人就有谈到嘛 就是说事实上 现在俄罗斯的 这个军队的士气非常低落 你想看 现在最新的死亡人数 已经到一万七千人了 所以这些将军 原本应该在后面督战的 可能一直接到 这个普丁电话说 怎么还攻不下 怎么攻去 好 我去 结果没想到 就被这个人脸锁定 那可能用各种方式 就把它处理掉了 那这种情况下 很恐怖的事情是 如果今天这位帕利 也就是说 这位副司令海军上校 他真的在剑桥上 被逮到的话 那我很好奇 到底乌克兰是 用什么样的武器 把它给轰掉的 对不对 人家在船上都能疾病 那你在路上 更是标靶 对 因为我们目前 没有看到任何战舰 被轰掉的一个状况嘛 那如果在陆地 不太可能 一定在海上 所以现在已经 这个状况 似乎对于俄罗斯来说 已经是非常严峻的 第三个 其实我们现在观察的事情 是什么呢 事实上俄罗斯现在的状况 是很明显的事情 是他现在的 要准备进入到 所谓的巷战的部分 那我要给大家一个数字 这是现在普丁 非常焦虑的事情 为什么这些将军 要上现场 你觉得俄罗斯 敢不敢打这个 这个我们说的 这个乌克兰的首都 的这个巷战 你要知道我们台湾 台北市的面积 大概是270平方公里 之前在打这个 就是我们说 这个阿富汗在内战的时候 那么那时候有一个城市 大概是170平方公里 双方驳了9个月 但是你知道吗 整个我们说的 乌克兰首都 它的面积有多少 是800平方公里 那这个战争要怎么打 所以现在看起来 俄罗斯非常紧张 事情是 它的士气 一旦低落 就被反击 甚至会被打到 俄罗斯的边界 但是如果你今天 要打到巷战 你准备好了没有 所以总统状况来说 已经看出来故事 没有那么单纯 那我们回到一个 很关键的事情 就是这一次呢 他们特别 就是因为 你可以看到一件事 俄罗斯没步了 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今天 谈到的一个药店 就是说希望他 马力波赶快 这个放下武器 俄罗斯才要开放 人道长了 似乎要加持在里面 将近10万的 这个马力波的人 那这里告诉我们 一件很明显的事情 是现在俄罗斯 已经不清楚 到底谁是军 谁是军 对因为随时可能 这些老百姓 马上一个转身 他就是一个战斗部队 你能想象一个 被打稀巴烂的一个城市 竟然还可以维持 这么长的战力 到底他们躲在什么地方 那我们这边 继续往下谈 其实关键的事情就是 刚才浩尔有谈到 就是他动用 这个极英素飞弹 我们好奇 极英素飞弹 在这个使用 是到底目的 因为极英素飞弹 里面是可以装载 核弹的 他是要暗示三件事吗 第一件事情 我将来可能有核弹 第二件事情 有可能他现在的士气 已经低落到一个极致 第三个状况是 有人说是要测试 这个极英素飞弹 不用 因为之前他早就已经测试 N多次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这个普丁 他现在急着 他希望能够透过 高端武器来证明 这个俄罗斯 他有这个能力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感受到 北约整个势力 已经集结 我们看到现在 现在不论在罗马尼亚波兰 现在已经距离超过 十万以上的这个军队 而且他们的这个防空飞弹 已经鳖击到这个边界 你知道今天边界什么概念吗 就是如果今天白俄罗斯 因为据了解 可能白俄罗斯会出兵 就要打这个 这个乌克兰西部 如果你敢做这件事 任何飞机靠近这个北约的话 把你击落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说 苏尔一定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俄罗斯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是说如果你北约敢动的话 我这个飞弹可能会打到边境 可是他为什么做这件事情 明显看出来他现在气势非常的弱 那我们最近看到一个新闻 这个画面非常的经典 就是我们之前想说 不是事实上我们刚才谈到 其实乌克兰 他本身的这个 就是长翼的军队是21万人 后备军人24万人 那最近又增加14万的 这个一志愿军 加起来60万人 现在在这个乌西呢 已经是大量的训练 那我们已经看到很多这种 乌西训练的画面 直接告诉你 而且他们只交一个武器 只交一个就是那个 我们说的标枪飞弹 只交你一个武器 所以这个情况下 以目前的数字来看 俄罗斯确实很辛苦 为什么这么说 我给大家算一件事情 如果真是一万七千人死亡 那么估计伤者人数是死者的两倍 所以应该有两万四千人以上的人 甚至将近三万人 他受伤 那加起来的失去的战斗力 已经超过五万人 如果按照美国人说法 进入到乌克兰军队 介于15到18万的话 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将近两成的部队 已经没有办法去 就是已经没有办法运作了 而且他这种所谓的营特别旅 就是每个部门 你要互相的一个互相支援 如果你少掉20% 那加上现在将军死亡人数 已经是占他所有的 将军比例是多少 四分之一的将军 都已经处理掉了 所以以这个情况下来看的话 确实现在这个 泽连斯基的态势可以拉高 是的 所以我们看到不管俄罗斯 出动什么样的先进武器 飞弹什么极音速 狂轰猛炸 问题是你的地面部队 是不是被乌军给打爆呢 那乌克兰的参谋本部就说 俄军进攻基辅的战队 分队第六战车团 昨天被击败 另外在乌东 两个叛离的省份 乌军是七次击退 俄军的进攻 有12辆战车 9个 BMP的装甲车 还有三辆军车被毁 还有击落苏34的战机 还有直升机 各一架有170名 俄军士兵 是阵亡的 所以俄军呢 现在是完全打不过乌军吗 要请教余将军 到底现在俄军是呈现 什么样的态势 为什么地面部队 会被乌军给打爆呢 我先从战略面来讲 这次匕首飞弹 这种极音速飞弹 当时发明的时候 绝对不是用来打乌克兰的 不管是中国 还是俄罗斯 发明这种战略性 超高音速的 大概音速五倍以上 才叫极音速 这种飞弹是打谁 打美国的航母 才划得来啊 一发极音速飞弹 那个应该是1到2亿 比那个 那个那个标枪飞弹 20万你看贵多少 所以他怎么会用 这么高 高单价的战略武器 来打乌克兰的一个 地下的一个兵工厂 这简直就匪夷所思 不可思议 但只有一个可能 就是因为 他的传统战争 不管是空忧 不管是地面的装甲部队接战 还是防空作战都已经完全 让自己俄罗斯军队 失去了那种信任感 你给我的武器 到底能不能用啊 你给我的T72 你给我的这么多的武器 到底能不能用啊 那乌克兰怎么用它这么 比我们阳春的东西 可以把我们打掉 所以他们的士兵 已经对他们 国家给他的武器 产生了怀疑 所以普丁第一个理由就是 我用极音速飞弹 打给你看 没招了 出动这种 这么高先进的武器 拿大炮打小鸟啊 我这一个是上亿美金的造价 我去打一个弹药库 就算给你打爆了 有上亿吗 所以我就讲 这真的是拿大炮打小鸟 可是不打也不行 再不打士气就溃散了 第二个原因就比较可怕 就是阴谋论了 就是这个极音速飞弹 避守飞弹 它是可以搭载核子弹头的 那这个飞弹 它的速度 目前的音速 五倍到十倍以上 全世界没有人拦得住 只要它开始向下俯冲开始 没有人 因为它会跳轨 它会跳轨 没有人拦得住 所以它就是要告诉 这些想要介入的 北约也好 美国也好 就是说你们不是说 我不敢用核武吗 你们不是说我用核武 你们就会先知道吗 如果我挂在极音速飞弹上呢 你们会知道吗 威吓的意味 威吓 所以说它要配合 它国内又开始搞一个 什么核战演习 就是双轨并行 要让美国不知所措 让北约不知所措 那我讲到传统战争 为什么 一个坦克军团被打爆 全毁 我这不敢想象 我是庄家旅旅长 那个是 那是何等的溃败 一个坦克团被打爆 我实在是军团 我无法想象 这代表士兵不想打 是不是 第一个 就是我一直强调的一件事 俄罗斯做了 几个重大的错误决定 其中有一个 就是让他的装甲部队 进入城镇 进入基辅 进入哈尔克夫 进入这个马利波 这都是重大的错误 为什么我说重大的错误呢 当你拿的一只关刀 你拿了一把 我们的关二爷非常神勇 拿了一把关刀 骑在赤兔马上 跟敌人 在草原上交战 兵器藏者得胜 我的关刀 藏你一寸 就勇你一寸 力道就多你一寸 战略也是一样 我如果在广大的沙漠 广大的草原上 来个坦克大决战 乌克兰不是对手 我的炮打得比你远 我的装甲防护力比你强 你打我一枪 打我一炮 我不会怎么样 我一炮就轰爆你 因为我的射程比你长 这叫做一寸长一寸险 可是进入了巷战就完了 进入巷战 你关刀进入那个窄巷 你耍得开吗 你一边耍就被卡到了 所以说这个 热螺丝的T72 以上包含T72 T80这些高档次的战车 为什么进入了马力波 马力波都被轰成这样了 轰成断岩残壁了 可是即使断岩残壁 它还是有壁 即使大杂被轰毁了 它还是一大堆的石头 所以变成这些战车 射程到达两千三千公尺 以上的战车 进入了城市之后 英雄无用武之地 你的炮要怎么转 你是直射武器 因为战车是直射武器 它没有把它取射 可是乌克兰的做法 它用它自己做的BTR-4 人家说BTR-4是什么 我说BTR-4就跟我们云豹 甲车一样 是个载台 是个载台 比起战车便宜多 非常便宜 但是它却灵活的运用 它把它的炮塔上装了什么 装了三菱鸡炮 三菱链炮 三菱链炮 多快 一分钟两百发 一直打 那这个战车 T-72战车 看到这个车 他心想 不是对手吗 我是战车 你是假车 你打我十枪 我不会死 我打你一炮 你就挂了 所以他就开始 慢慢的摇动炮塔 要来对准这个 BTR的这个假车 可是呢 他怎么知道 我这个三菱鸡炮 打你叫仰公 我打你叫仰公 我是掩护旁边的步兵 拿标枪飞弹打你 或者拿火箭在打你 所以他正在 摇炮塔的瞬间 他突然看到 砰一声 莫名其妙爆炸 大家觉得 哇 三菱鸡炮这么强 不是 这叫战术 战术运用 武军非常的灵活 这叫猎杀 我在这个路口 摆了一台BTR假车 里面坐了五六个人 那里面还有人 很嚣张的把头探出来 这样看 这为什么 他不是不怕死 那叫做诱敌 我就是诱你这个T-72战车 来注意我 然后呢 让你去忽视旁边 拿着反装甲武器的步兵 这就是传统战术应用 我一个大的诱饵 把你诱过来 你战车都会诱过来 终于找到乌克兰的军队了 所以都往这边诱过来 准备要用战车炮来轰它 还没有轰的那一刹那 马上人家 反装甲武器一发 就把你打爆了 所以进入了城镇 就是这样 你所有重武器 所有长城武器 所有先进的武器 你发挥不了作用 可是乌克兰却结合了地形 即使是像那种断岩残壁 那也是必啊 我里面躲一个人 跟躲一台战车 躲一个人容易多了嘛 即使被你发现 我一炮轰 我一个人而已 因为今天好像说 乌军的装甲车辆 首次出现 而且我们看到 他们的这个乌军的士兵 都坐在那个战车的上面 等于是五六个人 全部都是裸露的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这就是长期俄罗斯 一直在找乌克兰的军队 找不到 对 找不到 那这一次我讲嘛 我就出来亮给你看 亮给你看 但是呢 我不是跟你决战的 我的自制的战车 或是装甲武器 我出来不是跟你决战的 是诱敌的 我是诱敌的 不然他不可能 在战况之下 你叫装甲兵把头 露到炮塔外面 那真的找死 那是冒险 对 只有一个就是诱敌 就是诱敌 我要引诱你这些战车出现 否则这些 不管是T72还是T80 他都躲在半遮蔽阵地里面 你反装武器打不到 你打不到 要把它引诱出来 所以就要用 你要用一定大的诱饵 把它诱出来 因为剑烈欣喜 我打了二十几天了 我都看不到乌克兰军队 我终于看到了 所以整个坦克就开始呼叫 在什么地方 几点钟方向大出来 一次出来之后 全部暴露阵地位 诱大军出来 对 那这些乌克兰的士兵呢 你俄罗斯在明 我在岸 这些乌克兰士兵都躲在 断烟残壁里面 我一发反装甲武器 就点你一部战车 所以怎么会让一个坦克军团 这样被消灭 所以我才讲 任何的城市都是吃装甲武器的怪兽 你指挥官如果蠢到 让你的战车部队进入整个村庄 城市里面 这就是最好的战力后果 这就是以后的可能这些都会写成战力 战争实力 还有我讲 刚才正好讲那个战争研究所 战争研究所 它是如何去预推 说明天可能乌军跟俄罗斯的 军队的消长跟进退 战争研究所绝对不是三个人 像我们这样 大家面对面讲一讲 不是 它是科学的数据 它把所有俄罗斯的兵力 火力 还有这个支援力 你有什么地方设加油站 什么地方设弹药补给点 全部输入电脑 然后把乌克兰的现有的军队输入电脑 然后让电脑按照学理去推 推完之后 大家再按照这个来讨论 所以每一次战争研究所推都说 乌克兰可能基辅两天要被攻占了 三天或是今天晚上就要攻占了 可是这些电脑全部吐嘴了 全部当机了 因为它忽略了一件事 叫做不怕死 叫做不怕死 它设定的状况 都是人有正常的胆怯心 有战场的恐惧的心理 就是我遇到这个状况 70%被击溃之后 30%就会退掉了 这是正常的 可是它面对到的乌克兰 是完全违反它这个参数的设定 就是你已经几乎被轰成这样子 用急速飞弹 用燃烧弹火焰弹烧成这样子 正常的说马力破也好 基辅也好 应该逃光应该跑光 所以按照电脑的推算 是没有错的 三天内被攻灭 可是这一群人 这群不怕死的乌克兰人 乌军不怕死 他打破了这个电脑推算的法则 所以我相信这些战争研究所 整个电脑参数要重写了 因为遇到像乌克兰这种不怕死的人 电脑参数可能要加反 那俄军的士兵不想打 是不是也是打破那个所谓的参数 因为他们说还拒绝交战 拒绝战斗 然后甚至还互射腿 然后制造成自己去伤兵 然后后送 那显然那俄军难怪一打一直退 对 所以我就想这一次 所有战争的专家 战略的专家全部跌破眼镜 对 强者太弱 弱者出乎意料的强 另外我刚讲 黑海舰队被打死的这位指挥官 他不会上岸 他一定在船上 海军的舰长 原则上除了休假调职以外 他就是睡在船上 他不会下船 与船共存亡 所以在舰桥上 在防护重重的这个地方 怎么会被消灭掉 我跟你讲 被自己人打死 的确 这个黑海的舰队的副司令 到底是怎么死的 我们稍后会有详细的讨论 那现在对于俄军来说 显然问题非常的大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俄罗斯还有什么立场 去要求乌克兰要投降呢 来进平原 这个已经都被打成这个样子了 然后你看乌克兰这种情形 当然不会投降 乌克兰当然不会轻易的 就屈服他们的一个战斗意志 那可是俄罗斯现在 他应该是调整 他的这个战术跟战略 为什么 因为除了刚刚其实来宾提到了说 出动锦英树飞带 他内部发生了一些情况 有变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战术战场上的形式下 他可能会变成说 对于这个乌克兰军队 或者是乌克兰平民 他们避难躲藏的地方 以及他们军队 他们有一些这个 比如说以下地下的这个掩体 他们的设施 针对那些开始展开 变成精准式的打击 又回到开战初期 他用中高空的这个飞弹去攻击 尽量避免他中低空的这个损失 因为中低空显然乌克兰的 这个防空的这个优势 他还没有完全丧失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他用匕首的这个 极音速飞弹去攻击 就是避免中低空的这个 空对地的密接资源 空对地的密接密集资源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战术 可是你可以看到开战已经超过这个三个多礼拜了 二十几天的这样下来 俄罗斯并没有讨到便宜 反而你会看到不断的这个出现的赤针飞弹 去把俄罗斯的战斗机 或俄罗斯的对地攻击机 或俄罗斯的这个武装攻击直升机 不断的把它给打下来 所以甚至会出后 到了后期上个礼拜 一度还出现了这个俄罗斯的直升机 俄罗斯的这个战军机 他会用一个闪避这个赤针飞弹的动作 都变成说开始俄军 俄军也晓得怎么去避免 这个他的战损 因为前面两三个礼拜 老实说战损太大了 乌克兰以小博大 这一招成功了 乌克兰化整为零 然后把他的这个部队 散在各个城市当中 也成功了 乌克兰把俄罗斯的大军 一个可以会师正面会战的大军 把他引诱到他的城镇里面 变成他一个区块一个区块 一个散的一个散的 然后也把他成功的这个 把俄罗斯的阻力给分开了 所以俄军开始变成说 他没有办法去掌握他大部队 以及他大部分空中的 这个优势的情况 他开始用这种方式 还有他调整他的战术 去攻击这些燃料库 古仓 粮仓 很明显的他要断绝 乌克兰本身军当 自己的一个资源 他的一个这个粮草 和军需和弹药 让他能够弹尽圆绝 然后能够让这个粮草 整个被围困了之后呢 完全没有办法再撑下去 但用一个这么价格 这么高昂的武器去打 你要注意到上个礼拜 有一个讯息是说 他们的这个飞弹 传统的飞弹 快打光了 快打光了情况下 他把这个极英素飞弹拿出来 刚刚有讲过嘛 除了有核武的恫吓意味之外 也是有新武器测试 新武器测试给西方 因为这个是西方各国 和北约和美国 尤其是美国 一直想要观察 在川普时代的时候 川普还故意吹捧 那个这个俄罗斯说 听说他的这个极英素飞弹 可以这个发展到 这个射程到史马赫以上 所以这个才会让这个世界 给我开始去想要研究他 那新武器投入的战场的测试 还有用这么大炮打小鸟的方式 用这么高昂的这个 高价值的一项军备 去打他那个 因为可以发挥他的精准 还有他也害怕被西方北约 提供乌克兰资源的一个电站干扰 你可以看到这三过去三个礼拜 在二十几天乌克兰打的这个战争 他如果没有精准的电站反制 跟电子干扰的话 俄罗斯的这个 他的一个飞弹 和他的一个炮弹 怎么会表现出那么拉洒 他精准度那么差 俄军 全世界军力排名前三名 但是在反应他的战场的 这个战果上 却是那么几乎不成正比 所以他也有想摆脱 那个北约和乌克兰 得到西方盟国的 这样的一个资源的电站干扰 跟电子的这样的一个反制作战 所以唯有极因素 因为我们在讲 天下武功 围快不破 武器也是一样 围快 你没有办法正确的去影响到他 你根本连目标都捕捉不到 所以当你用这个极因素飞弹的时候 他可能俄罗斯也怕说 这个这段时间 他们俄罗斯在侵略乌克兰 电站被干扰的很多 万一极因素飞弹 又被这个电站干扰怎么办 所以他自己也在做一个防护 还有 拿个两颗出来测试就对了 拿个两颗出来测试 看后面的怎么样 如果前两颗不行的话 那就知道连电站 连几因素飞弹都会被电站干扰 那可能后面在测试的时候 在打的时候 后面就不是测试 后面在打的时候 你就要特别注意 还有你特别在使用 这些空袭轰炸的目标的时候 把乌克兰的这个军民 所代以可能为生的 后面的一些什么武器 和粮仓啊 粮食把它给打掉 也是在告诉北约 和这些西方国家 你要军援乌克兰 没关系啊 你要粮食援助 甚至人道援助 我要切断 我要打掉你这些地方 所以俄罗斯 他调整他的一个战术 这个跟上个礼拜 MI6有一个 英国伦敦皇家 联合三军研究院的研究员 这个布朗克 他提到了一个战术 说他绕过尼古拉耶夫 就如同仲将 你现在占的那个地图 尼古拉耶夫 他进攻奥德萨 夺乌国军港 几乎是一模一样 被他料中了 这是他其中的这个 第三种打法的分析 他那时候不是分析 这个俄军可能剩下三种打法 其中第二种上礼拜很像 因为他狂轰炸 这个乌克兰这些大城市 赫松 玛丽波 还有梅利乌波托尔 这些还有哈尔克夫的目标 炸到这些老百姓 上礼拜是1300名的 这个1300人 躲到地下室的这个巨猿 被猴以为平地 现在昨天又是这个 400多个人的这个地方 艺术学校 被炸到玛丽堆当中 第二种打法是上礼拜已经验证了 就俄军刻意要把乌克兰的老百姓 当作漏票跟人质 我炸死你这些人 你乌克兰还不投降 我已经跟你放话 玛丽波给你13个小时 有一个这个开闭人到走廊 如果你愿意放下武器器械投降的话 给你13个小时 一个人到走廊 打开 你们赶快跑 因为玛丽波还有15万人还没走 已经跑掉了这个6万人 那你还有15万人 这15万漏票 可是乌克兰政府就悍然的拒绝 不可能吧 因为国家斗兵炸成这样子 我不会说因为这次你炸 我就投降 我是乌克兰我也不可能投降 这样子我这些城市牺牲了 老百姓和军民情何以堪 我就跟你打到底了 所以俄罗斯一直希望 其实他用这种方式 希望他减少他俄军的伤亡 但是也希望又同时又加大 乌克兰的这个老百姓 人民的这个伤亡 这个是一个很恶质的做法 但第三种战法 从这个礼拜开始出现 就是我刚刚讲的 绕过尼古拉耶夫打奥德萨 然后夺乌国的军管 乌国的这个军管 全面切断 那黑海沿岸的这些城市 和补给线 那接下来他就要把这个 整个乌冬给包围 那看能不能把战场打到乌西 包括这个利维夫 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俄罗斯 他现在想的这个做法 现在看起来 其实俄军的做法 都被西方料中 显然就是加持人质 然后来逼这个乌克兰 要投降就范 问题是乌克兰都打到这样子 国家都已经被你打烂打光了 我这样子就会投降吗 但是呢 俄军的做法 其实真的是惨无人道 连艺术学校也不放过 里面四百多人罹难 现在就评估 可能都会被活埋 还有这个俄军 把数千名的马利波人 强压到俄罗斯 来郭东哥 难道俄罗斯是想要重演 那种二战时期的集中营吗 马利波这个城市 真的已经完了 没有办法 真的要复兴也很困难 整个等于是被屠城一样 除了说艺术学校 医疗诊所 以及各种孤儿院 全部都被炸着乱七八糟以外 还真是惨不忍毒啊 可是这个 这几天前事件的焦点 注意都是注意在基普学战 基普会不会被攻下 是成为俄乌 这场战争中 能不能停火的一个关键 所以接着发展是很可怕的 因为马利波是 有两个很战略的目标嘛 第一个就是警告乌克兰 我们可以这样你不投降 我就血洗屠杀 整个城都屠杀 不管平民军人全部都杀 你要放下武器 我就打开人道走廊 让你们可以通过逃亡 如果不放下 就是屠城啦 第二个目标是什么 打通以后黑海舰队 可以这里登陆 开始往北进攻基普 首都基普嘛 可是我相信普丁跟俄罗斯的人 已经研究基普 研究很久 基普在整个他们乌克兰的历史中 没有投降过的 这个城市真的很倒霉 他唯一被灭亡是什么 蒙古 蒙古人 基普的言名叫基普罗斯 他建国四百多年 八百八十二年建国 到一千两百三十七年 被蒙古拔都西征的时候打进去 把他整个国家灭亡 后来蒙古退了以后 这个基普罗斯国家才分成白俄罗斯 俄罗斯跟乌克兰三个民主出来 是这样分出来的 所以现在大家搞不清楚乌克兰 乌克兰跟俄罗斯到底什么关系 如果你去读历史 才发现真微妙微妙的关系 刚刚杰明讲到的那个 牺牲掉了那个舰队 黑海舰队副司令 他是乌克兰人 在基普出身 在基普成长受教育 在基普读海军官校 最后苏联解体的时候 他既然不承认自己乌克兰 自己国家 他心向俄国 跑去俄罗斯去参加他们的 海军去了 这个很奇怪 所以研究人类历史 就发现有两种战争 綿綿无结局 一种战争叫做宗教战争 打了几千年还在打 宗教不认同不一样 第二个就是国主认同战争 这个俄罗斯舰队的副司令 就是最好的证明 你是乌克兰人 最后你受的教育 你不认同自己 就跑去俄国那边去了 这个让人想不通 他竟然被打死了 真的俄罗斯会觉得 他们这个人可惜吗 不会的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 基普历史上 除了被蒙古消灭以外 他到今天没有投降过 我为什么说这个城市 真的倒霉 德国纳税进攻的时候 打基普 包围基普血战 死伤几十万人 没有把他打下来 现在普丁俄罗斯 要攻占乌克兰 血战基普 我看也很难打下来 因为他民心士气不一样 基普人是不认输的 而且你读他的历史才发现 整个俄罗斯的整个文化 发言 整个都是从基普起来的 你怎么去把他消灭掉 你现在如果俄罗斯军队 把基普狂风滥炸 整个屠城灭亡掉以后 将来历史会 所以说你是个俄罗斯 你们是从这里整个发言 你怎么整个把他灭亡掉了 所以基普人他自己有一股骨气 绝对不会被你们 会要打跟你打到底不行 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到 这场战争为什么关键到这种地步呢 其他的地区 马利波还是乌东地区 你就算是整个被他屠杀以后 基普他的领导中心还存在的话 乌克兰就不会灭亡了 他们现在是抱着这个信念吧 俄乌战争打到现在最让外界亚裔的就是 俄罗斯的军事将领怎么阵亡率这么高呢 其中还有海军 竟然也阵亡 这就是黑海舰队的副司令 叫做帕里 这也是第一位海军阵亡 这让人觉得很奇怪 来正好 为什么在海军竟然也会 在海上会阵亡 那俄罗斯方面是说 帕里是在俄军攻打 马利波的时候阵亡的 那也就让外界亚裔 难道他是被乌军的子弹给 击毙给打穿了吗 还是说在船上出现了什么样的状况呢 没有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这样 因为如果有一个高官被打 你可以说是运气不好 子弹不挡眼睛 可是你看有接连这么多的高官 而且都是指挥官或副指挥官等级的 这很清楚就是一个 已经知道目标在哪里的猎杀嘛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清楚的 所以对于这样战争来说 俄罗斯的压力是大在哪里 就是说俄罗斯在这样战争的时候 是完全看不到的 可是乌克兰是完全耳冲目鸣的 知道我该往哪里集结 我该哪里去射陷阱 甚至呢 我第一发炮台应该打哪一个船 或哪一个坦克嘛 对不对 这才是最清楚 就是说他可以精准的击杀嘛 那大家就有趣的 就是说到底乌克兰 到底为什么对于这次战争的战场管理 这么的好 这是大家在问的问题 我们其实上礼拜已经揭露了 美国其实有公布一份 对于乌克兰的援助清单 这部分包含加密通讯 包含电站设备 包含卫星图资跟分析能力 这只是一个部分 足以解决我们一半的疑惑 就是说乌克兰在这个加密通讯 或电站方面不会被渗透 可是没有解决我的问题是说 乌克兰到底凭什么看到那么清楚 今天刚刚最新的新闻 外媒已经公布了 因为关键在Starlink Starlink我们以为送过去 只是确保乌克兰中间的通讯是OK的 可是通讯OK 你也要确定啊 比如我是指挥官 我居然可以联络我下面部队说 你敢去哪里去哪里去哪里 那也要指挥官知道去哪里去哪里 对不对 今天Starlink说 他不是只有通讯 关键是战场管理 Starlink把在整个乌克兰战争中的 无人机 卫星 还有感应器 还有AI系统 全部整合成一个互动式的地图 那这个互动式地图是什么 这么厉害 对 我们这个互动式地图是什么东西呢 很简单 你这个配你会看到 俄罗斯的军队在哪里集结 然后我的军队在哪里 然后武器是什么 然后这个地图就变成指挥官 做调兵遣将 即时的嘛 我根本就是要live嘛 可是俄罗斯完全就武萨萨嘛 我偷插一句话 刚刚我们立法院空军司令报告说 我们买美国的MQ9要多跟美国要一件事 要什么 要将所获情资透过数据链 汇入连战指管系统 形成共同图像资料库 这是不是就是乌克海家在做的事情嘛 对 类似那个link 16 就是类似以前像余将军在还在意的时候 一定有这个所谓的海军有他的这个大臣 空军有他的这个强网 然后这个陆军有他的这个所有的系统跟博胜案 然后整个在我们三军联训还有三军的这个恒山指挥所里面 他有一个就像刚刚正昊讲的 这整个战场上指挥中枢完全看得到 包括第一线的指挥官野战部队 还有陆军司令部总部 这个大汉营区他们那个完全看得到 就是整个然后连老美都看得到 那重点来了 这乌克兰方面有这样的人才吗 这到底是乌克兰人才还是西方或是北约的人才 帮助他们去解读这份 美援助乌克兰提供卫星图资的分析能力 分析能力也可以援助 所以说这东西它比link 16更细腻哦 因为我现在看到甚至是连监视器画面哦 然后呢甚至现在他们不是鼓励大家 看到俄罗斯军事件拿手机拍 然后传到一个telling里面 甚至的包含无人机的图资全部通过大数据来整合 你可以让这个所谓的这个他们系统 他们叫Delta系统就三角轴系统 通过这个系统来去整合 而且更厉害是这个系统 其实去年乌克兰在北约的黑海军演中 已经跟30个国家北约国家已经演训过一次 而且这个图资全部跟北约系统相容 所以变成是连北约的电针机 因为我们看到北约电针机不断在外面飞 对不对 连这些电针机的资讯全部都混进到这个Delta系统里面 那重点来了 那这位副司令他躲在船上 那他怎么被发现的 他照理说他所在的位置应该非常安全 没有他还会有情报的部分 还会有人员情报的部分 人员情报 对还会有无人机视觉判断的部分 所以这件事情我其实背后一定是非常精密的情报站 你才可以精准去击杀这个人 对 而且呢 难道是他走上甲板的时候被发现击杀吗 不可能嘛 所以他一定是在舰桥上 所以我其实还要讲 美国现在新的MSN的飞弹 叫做对舰飞弹 他是有末端是有视觉系统 什么叫视觉系统 他前面当然是天海飞行 跟我们雄风很像 然后在红外线等等的去追踪 不管 可是他末端他会去判断那个船舰长什么样子 然后他的炸弹会往舰桥的方向去打 就是他会比瞄准那个最就是最有攻击价值的部位去打 因为你打比如打一般的船船的这个甲板 没有差别 不会不会沉的 跟你如果打剑桥的话 那就会造成指挥官陨落吗 所以现在也有可能是这种状况 那现在有了解到他所属的这个军舰有受损吗 有受到炮击吗 不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 只有人被疾病 对对对 就是各种讯息 其实目前是不清楚的 所以其实我们拿到当时很片段 但我们只能从目前来看 只能从一些知智片语来去分析可能的状况 那关键来的 我们会分析 俄罗斯也会分析 车臣也会分析 所以最新的资讯是什么呢 车臣总统 上礼拜我不是 礼拜我就在那边讲 车臣总统只是搞摆拍嘛 对不对 就他礼拜三搞了一堆这个摆拍 然后这在开军事会议说 我在基辅20公里内 结果我等了两天 我都没看到会战嘛 对不对 我就说他一定躲起来了 结果刚最近去移车臣总统绕跑了 他带了车臣军队回白俄罗斯 搭飞机回家 搭飞机回家了 所以就绕跑了嘛 所以我是车臣 我是车臣总统 我看到这么多的人 躲得很深都被杀的话 请问我怕不怕 我当然会怕嘛 我的命也是命耶 我继续回车臣 也是当我的老大啊 继续过我的好生活啊 所以说这些人 绕跑也是情有可原的嘛 所以呢 你看现在俄罗斯确实 就要用所谓几英素飞弹 开始杀平民等等的 但坦白讲 平民越杀 乌克兰会越懦弱 还是越凝聚 当然是越凝聚嘛 所以这样战争 我觉得乌克兰真的变成 一个硬骨头 根本啃不下 我们看到俄罗斯的一位将领 如果说是被击毙 那可能是意外 但如果有六七位都被击毙的情况之下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呢 是被锁定击杀吗 来于将军 刚刚你也提到 这位黑海舰队的副司令帕利 他是在船上 看起来是被击毙的 他应该不是说在登陆作战的时候 被击毙嘛 不可能嘛 所以呢 是内部会有问题吗 内部有人叛变把他击杀吗 这个我们有句俗话讲 速导胡孙散 当时俄罗斯要打乌克兰的时候 这些你看车臣啊 叙利亚这些人说 我打我巴鲁说我也打 我都来打 为什么你知道 因为一定赢嘛 这个赌注太好赌了嘛 我只要跟着俄罗斯进去 把乌克兰给打败了 收服了 我可能也不会受到什么损害 然后你看我们以后 这个友谊更坚固 以后我讲话更大声 后来发现 好像不是这样 这个俄罗斯庞大的军队 二十几万进去之后 不但没有打胜 没有这个铁鞋踏遍 整个乌克兰 反而是被铁鞋打得满头包 所以他们现在就开始逃了 一个溃散 那我给他讲一下 刚才正好讲的那个 那个我在陆军的时候 曾经有设略过 那叫做多重擎支系统 多重擎支系统包含了什么 你知道 那个Delta 他还加了一个Delta Link 他要把所有东西给串起来 串起来之后 他有接收的功能 有辨识的功能 还有整合的功能 他有这三大功能 所以当时为什么老共 这么处心几率的 要我们这套东西 后来就找了那个罗贤泽 就是通知处 就是收买他 射诱他 后来还好没有偷走 这套东西现在 已经整合的差不多了 我们国家之内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 单独的大臣 强网 还有那个陆军的战书区域 全部整合起来了 变成一套 就是把这个整个Link起来了 那这个东西其实 说句实话 不是训不训练的问题 是你会不会用的问题 那只要美军把这一套东西 完全整合 结合到那个 马克思的那个 Starlink那个 那个叫做无懈可及 为什么说无懈可及呢 为什么现在 俄罗斯的军队 找不到乌克兰的军队 而乌克兰军队 随时可以掌握俄罗斯的军队 甚至连你的将领都掌握得到 接收 就是一个接收的问题 我今天乌克兰境内 所有的军队 还有包含了北约 在协助他的这些老百姓 进来的民兵 全部都使用的是 北约相关的卫星系统整合 所以我只要看到接收点 我就知道哪边是自己人 那只要你不是使用我的卫星系统 你是使用俄罗斯的 或者是使用中国的北斗的 对不起 这就是敌人 所以他的敌我辨识系统 会辨识的非常明白 一看都知道 你在哪 我在哪 可是俄罗斯却没有这套系统 他只看得到自己 他只看得到自己 甚至有时候连自己都看不到 因为被遮蔽掉了 所以他就是 完全就是盲人摸象 这个被连进过河 他找不到敌人 可是敌人却知道你在哪里 对 所以说他要精准的 找你的指挥所很简单 你的指挥所 所有的卫星通信的频繁度 就可以算出你那个地方 是什么层级的指挥所 你一般的连级 可能就是两三条讯息出来 可是如果你是旅级 可能就几百条 你是所谓舰队级 那几千条 那问题这么多人 你要找对人 是不是也有可能 有人脸辨识 要不然你说这这么多 刚好也都有照片 人脸辨识 按照现在的科技是做得到的 而且主要 他的本身 这个指挥官本身的通讯机 已经被锁定了 他的通讯系统 已经被锁定了 所以按照通讯系统定位 就知道你的点在什么地方 然后赋予执行特别任务的人 那执行特别任务的人 不见得是敌人 我在讲执行特别任务的 狙击手不见得是敌人 可能是你最亲近的人 你要狙击这么一个 舰队级的等级的指挥官 一定要身边人 对 那你不可能在舰队以外 不可能在船以外 从别的船打他 那多难打 那又不是神话 那一定是在船里面 余将军最新的外电消息说 有狙击手 有弹片 所以是不是有可能 在他的指挥室那边 可能有发生战斗 就在他的指挥舱里面 我觉得一定有 一定有人 就是最高等的狙击手 他不是只会狙击而已 他是潜伏了很久 就等这个时期的发生 所以现在为什么 普丁会距离他的朋友这么远 而且把身边几千个人都换掉 就他在怀疑嘛 所以我知道 普丁一定获得了某些资讯 他在前线这么多指挥官 都是爱将 还有一个是你看 第八军团那个是在后方的 他是已经人家占领了这块地方 赫尔松他是进去接收的 是去相对的没有战斗状况 我只是去管理而已 他都被干掉了 所以普丁 普丁啪啪 当然怕 这些人的身边 没有随护吗 这些人的身边 没有这些保护他的 这些安全人员吗 都有 都有 我怀疑乌军 他们的比如说最高指挥部 是不是有一个 俄军所有将领的一个名单 这一定有人物质 是不是 一定有人物质 这个将领喜欢什么 这个将领的习惯是什么 几点钟睡觉 几点钟起床 所以我讲 真的打起仗来 我们以前在军中就讲 真的打起仗来 你要改变你的作息时间 平常你是七点起床 你就往前提 或者往后延 那你平常是在几点钟 在这个地方讲话 你就提前半小时 延后半小时 因为 所有最高等的情报人员 会针对你高阶的指挥官 你一天的作息 统计你几年下来 人的习惯很难改的 你时间到身无时钟醒了 起床了 你一起床就被点名了 对 所以我说最高阶的指挥官 第一个 在作战要改变你的作息 作息的习惯 所以普丁以前睡到中午 现在可能睡到下午两点 晚点起床 因为他怕准时起床 就被人家点名了 第二个呢 就是要改变你带兵的脾气 我们讲嘛 真的作战 有人讲说 砰第一枪开的时候 可能是枪不是从前面来 是从后面来的 就是你平常吃兵 喝兵 欺负兵 等到真的作战 要这些兵帮你卖命的时候 这些兵心里想 我就等这个时候开枪了 我就把你干掉 所以我在讲 这么多的指挥官 一个就算了 我们八年抗战 没死这么多人 这么多高阶指挥官 没有这么多高阶的啦 对 那都是被打死身上 而且那个时代是什么 步兵的时代 都是冲锋陷阵 自从所谓的科技带兵 科技作战之后 这不像话 这不像话 对不对 死掉的指挥官 比死的连长还多 这实在是不像话 所以我讲嘛 最大的 我一直在研判一件事 带兵没有带好 第二个呢 精准的定位 还有习惯被充分的掌握 所以具体所才会 这么容易下手 看到俄罗斯 这么多的高阶将领 都被击毙 那现在呢 俄军的这些将领们 是不是提心吊胆 有可能 自己就是下一个目标 来 金明星 这显然 巫国的 不管是情报 或说各种的电子征收 不管是北约 或是美军等等 这一次的掌握的讯息 未免太精准了吧 对 但是如果说 像刚刚将军 改变作息 恐怕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糖很容易 而且我相信 这些的大头照 包括我们 我们现在台面上 都可以列出这些照片 我们远在千里之外的台湾 然后透过外电的这个报道 然后都可以整理出来 然后有些照片资讯 都可以秀得出来 何况乌克兰 乌克兰搞不好照片更多 就在他前面而已 以前我们在 我在采访军事新闻的时候 那时候我刚开始入行的时候 我也搞不懂 然后就常常拿着相机 去拍一些军官将官 然后就像比如说 于将军那时候 他还没升将军的时候 我比如说 他是中校上校 我就先拍他 因为我假设 我觉得他表现优秀 将来一定会升少将 然后某一个飞行员 比如他旁边的是一个飞行员 我在跟他会餐吃饭的时候 我也把他拍下来 看起来我们记者在做的 很像是情报员的动作 我所收集的资料跟素材 只是为了将来报社 公司新闻媒体 要我知道说 这个长官 这个人升了将军 这个飞行员 然后有优异的表现的时候 或怎么样 我就把他这个照片拍下来 甚至我那时候还白目到 跑去那个空军的基地 他的这个寝室 其实跟那个飞官 待命的这个战情室 也蛮近的 然后外面就会有很多的 这个飞官的这个照片 一张一张的 然后还有他们的一些什么花絮 他们平常联谊的 我就把他拍起来 可是长官就会说 这样会不会怀疑是间谍行为 对这会间谍行为 然后再来怀疑说 你这样拍很出人家眉头 万一空军很敏感 你只要有拍人家什么的 然后你就会觉得 你好像在拍人家遗照还是什么 这是一个忌讳 后来以前的前辈跟学长 就会告诉我这样 不要去乱拍人家那个东西 人家就会很敏感 因为万一发生什么事情 就会灌到你头上说 你会拍人家遗照吗 还是拍怎么样 所以我说我们以前 用土法炼钢的方式 去把这些东西收集起来 才能够得到这些资讯 更何况现在是资讯战 卫星的时代 和情报战的年代 乌克兰跟俄罗斯军方 在这样子这个对战 这么激烈 连我们都可以收集到 这些照片资讯 你觉得乌军在美国 和北约的国家帮助之下 还有刚刚讲的 这些情报电站的系统 一方面俄罗斯 他的这个眼睛和耳朵 是听不到 看不到他的这个对手 乌军在哪里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不要说 你看开战到现在 我们有听到多少 这个乌军的高级将领 不要说乌军 乌军的国防部长 有阵亡吗 没听到 乌军的陆军司令 乌军的什么参谋总长 乌军的参谋总长 还可以出来开记者会 跟大家讲 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也没听到乌军的参谋总长阵亡 乌军的什么什么阵亡吗 所以乌军反而对自己很保护 然后他们在很多的这个地方 他们的指挥所 地下指挥所掩体 这一战真的可以值得 我觉得是一个新形态 21世纪的一个新形态的一个战争 可以让我们看到说 不对称的战争怎么打 以小博大的战争怎么打 然后面对俄军强大的 这样的一个庞大 在这一次开打前 大家都一面倒的看 这个俄军强大的 可能有如秋风扫落月的 这样的一个席卷 这个乌国战场的 这样的一个攻势 可是却看到屡屡贴到铁板 这种新形态 我们可以好好的观察 所以你看到这一次的 这个俄军的通讯 他说疑似被美军电子 征送完全掌握 你看到之前俄军的 这个电战机 他的一个这个电战车 都被缴获了这些设备 难道北约不会去破解 他的一个中间的状况吗 那美军 我相信美国为什么 这个在乌克兰的总统 哲伦斯基 他可以不断的出来 跟大家讲说 他躲过了十几次暗杀 我相信还有很多 他只是没讲 可能搞不好 我在讲这个事情的同时 他已经躲过了 二十几次暗杀 他只是没告诉你 俄军多少 尤其是普丁 多想要他的相上人头 或者是把他整个活捉 那不管怎么样 可是俄军就是抓不到他 偏偏哲伦斯基 就可以出其不意的 跑到大街上 或者去医院探视商话的时候 你却没办法狙击他 奇怪了 连哲伦斯基目标那么大 你派了你的这个车程的暗杀部队 然后你派了你叙利亚的佣兵 然后各种不同的 而且你在那边潜伏超过一个月 然后你的格鲁乌 然后你的KGB 两大一个暗杀机构 一个这个军情单位 你却没有办法去掌握 哲伦斯基的一个出处 更何况是 你怎么去保卫你的 这些这个军情呢 我们在讲说打仗军方的这个除了梁朝后勤补给的话 情报要走在前 你掌握不出这些情资的时候呢 你这些将你一个一个折损 代表的是什么 普丁你的这个爱将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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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断语 那将当这些爱将断语的话 你普丁你可能连自己的位置 你是不是他们就要断尾求生 因为不是在战场上牺牲 就是在你普丁身边被你干掉 那不如就把你普丁干掉 所以这种状况 美军我真的觉得这一次美军 美国还有这个北约 这次在后方支援乌克兰 我觉得是蛮成功的一个方式 因为他让乌克兰完完全全 没有跟这个欧洲跟全球 跟北约整个断裂 农获俄军不准说北约直接出手干预 他没有办法把这个军需物质 把坦克把这个这个飞机啊 直接交到尤其是飞机战斗机 交到乌国的手中 但是他用这些方式 让乌国完完全全 没有跟这个世界绝缘断练 相反的俄国感觉上 刚刚将军在讲说 那个他们不是有些城市 他可能都知道 他看得到他的地方 我告诉你还有一个优势 乌克兰的军队绝对知道说 比如说他在马力波 马力波那个城市那个地方 哪一个转角有什么地方 哪一个地方 他是在地人呢 他是今天就好像今天 比如说老共要打我们台湾 台中他进到台中 是哪一个这个区域里的时候 他会知道说 哪个地方有什么什么转角 哪一个地方有防空洞 哪个地方有掩体 哪个地方有地下室 哪一栋楼是怎么样 他绝对拿不到这些情知 而这些情知在这个乌克兰 同样的对照在美国 一定是给给他 那乌克兰自己 把他的这个立体 3D地形图在对照上去的话 俄国完全没办法掌握 那人家却知道 你在那个地方掩体 虽然被你炸掉 炸的怎么样 可是他知道那个接扩 那个转角是怎么样 这就是在地化优势 当城镇站进入这个阶段的时候 他的将领 我相信还会不断地 在牺牲更高的比例 最近沮丧的俄罗斯总统普丁 不仅有多重健康的问题 行为是更加的偏执专制 有消息说 普丁已经警告俄国的高层 要举行核战疏散演习 甚至要出动末日专机 英国《每日邮报》进来 引述消息人士报导说 罹患肿瘤 扒金森氏症 与情感性思觉失调症的 俄罗斯总统普丁 日前竟邀请了政府高层 人员与国家杜马等首脑 一起参与核战疏散演习的相关会议 而且他已经将家人送到西伯利亚 某秘密地下碉堡避难 据传上周还有多架特种飞机 从莫斯科附近机场集体起飞 其中包含被称为飞行的 克里姆林宫 一流声96300PU 或说是俄罗斯空军一号 以及核战专用的空军特种指挥机 就是被称为末日飞机的图 214PUSBUS 战事仿佛就要再次升级 对于为何入侵乌赫兰 普丁对自家人这样解释 但据传台下观众 有不少人被迫参加 而俄罗斯的反战声浪 也依旧不绝于耳 普丁直接从电视谈话中 很骂不听话的俄国人 大卦媒体也引述消息人士的说法 称普丁进来十分沮丧 有美国前情报官员也表示 69岁的普丁的确已经变得更加偏执专制 身为世界强权领导人 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全球 普丁如今的身心状态 恐怕一发让人担忧 普丁现在是陷入极度的猜疑 跟偏执的心理状态吗 因为这个开战23天以来 已经折损了1.7万的俄国士兵 这个死伤人数是比乌克兰统计的一点 就是一万四千人 还要堕出三千人 所以想来普丁现在是 非常的沮丧是不是蓝明玉 我们看到因为他说 传出他下令要举行核战演习 这恐怕俄国的高官会吓死 这普丁是疯了吗 真的他心理状况可能有问题 不过先来讲这个1.7万人 它是什么意义 因为你刚刚讲到说 开战二十几天就已经死了1.7万人 但是你看当时俄罗斯在发动车臣战争的时候 他是死了1.6万人 但是这1.6万人是六年 六年死了1.6万人的这个俄罗斯的士兵 那你想想看你对照现在二十几天 就死了1.7万人 这已经远超过当时车臣战争的惨烈了 但是现在更重要是说 普丁开战二十几天 他迟迟都没有有任何的这个战功 没有重大的进展下来 这比他当初预估什么闪电战什么的 这差太多了 所以现在传出说普丁很心急 是不是有可能会使出杀手舰 比如说刚刚讲到的发动核弹这种撤离 撤离的这个演习 那很妙的是说 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外媒的报道是说 这个克林姆林宫竟然大家都赞成 没人反对 这太夸张了 这个如果发动核动战争的话 这可能是已经类比第三次世界大战 而且死伤很惨重 那怎么会当时跟这个普丁参与的这些幕僚 都没有人反对 是不是说普丁 可能他们也在揣测普丁的心意 反正现在都已经打到这种地步 没有人敢反对普丁 对 头都洗了 看起来是这样 对对对 看起来是这样 谁反对可能谁就被拉出去 可能枪毙或怎么样的 那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说 既然这个克林姆林宫的人 没有人能够阻挡这个普丁的野心的话 是不是现在有传出另外一股势力 就是有包括俄罗斯的这些政商名流 那因为我们讲过说 尤其是商界人士 包括就是说有些富豪 开政不到五天 就已经蒸发了一个红海的市值 那个家事都全部都去了 所以现在这些人很心急 认为说普丁太疯狂了 只要普丁一天没办法下台的话 俄罗斯就没办法修补 跟这个西方国家的关系 俄罗斯的经济也永远好不起来 所以他们现在想出一个终极的手段 就是想要来暗杀普丁 而且不只要暗杀普丁 连这个新的接班人都找好了 是哪一位呢 就是这一位 这位是俄罗斯现任的 这个联邦安全局的局长 叫做伯尔特尼科夫 伯尔特尼科夫 事实上这一位 这个外界对他并不是很陌生 因为他常常出现在普丁的旁边 普丁旁边每次出来 就会出现左臂右膀两名大将 通常他左边的是 那个国防部长邵伊古 右边的就是站这一位 伯尔特尼科夫 那外界对他的评价 就是说他是非常低调 安静 不太显眼的人 可是呢 他却是普丁非常重要的心腹 可是最近有传出说 这伯尔特尼科夫 他最近有点失从了 为什么 因为当时普丁 想要发动侵略乌克兰的时候 就是联邦安全局 给他写了一个报告 就是分析说 乌克兰人民非常欢迎 俄罗斯来解放他们 乌克兰一打就投降 对 然后乌军的战力很弱 可能是闪电就可以 马上把他收复起来 那问题就是因为这篇报告 像现在的这个战况 完全不一样 所以普丁就把罪归在他身上 所以传出他最近失从了 但是非常外界 就是说现在他可能会取代普丁 如果说把普丁暗杀成功的话 他可能成为下一个这个接班人嘛 那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讯息如果真的出来 普丁那第一个就把这个联邦局长给干掉 有可能 不过普丁更要挫的是 你知道俄罗斯是全世界下毒 最厉害的国家之一 只没有 如果说他第一 第二的话没有人敢称第一 最有名的 他三个下毒的案例 就大家还记得就是乌克兰的前总统游申科 他跟他的幕僚只是吃了一顿晚饭 马上花美南边毕雕 大家印象有没有深刻 整个那个脸就是中了那个神经毒 然后整个脸都到 就是说到很久之后才恢复 据说他的那个毒 只比跟盐巴 盐巴这样一粒的大小 就只要那个一粒毒 就让他整个中了 就是让他整个终身受害 那第二个很有名的 是一个保加利亚的异议分子 那也是这个俄罗斯的心腹大患 就说他去在等公车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标型大汗 一个雨伞 这个雨伞他就蹲在前面 然后就绑个鞋带 然后呢 这个保加利亚分子回家 发烧三天就死了 后来发现原来是那个雨伞里面 藏了一个这个毒针 就是这样子一个毒针射向他 哇这个就死了 那最新的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普丁的这个眼中钉 就是一个反对的领袖 叫做这个 就是一个反对的领袖 现在还被关在 被关起来 他也是上了飞机之前 喝了一杯茶 然后马上就中毒 所以俄罗斯的那个下毒跟暗杀 普丁自己是KGB出身的啦 他这个非常了解这样的手段 所以他现在要预防暗杀 也传出来说 他现在吃饭 不过他已经很早之前 吃饭就要找人 以身来试毒 对 而且他现在身边的人 已经换了签名 包括他的随行秘书 安全人员 只要觉得有疑虑就换 他也知道说 现在想要暗杀的人 真的是不胜枚举 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情况 俄国的高官会不会吓死呢 感觉上普丁是更疯狂 竟然要求要举行核战演习 那感觉俄国是要跟全世界宣战吗 在这种情况之下 俄国的这些高官 有可能要想办法 把普丁 把他弄下台 甚至是把他暗杀掉吗 余湘君怎么看这样的情形呢 其实要启动核弹 不管美国还是俄罗斯 其实他都有一套 非常完整的程序 所以刚刚讲的末日班 即兴美国也有 他是有个非常完整的程序 要有三个人都同意 这个才打得出去 我以美国来讲 就总统 参谋总统联席会主席 在家是核弹单位的指挥官 这就是好几个有潜见的 有飞行的 有地色的 好几道保险 对 好几道保险 那么我刚刚讲的是正常的时机 就是我们可能经过了 非常周延的讨论 总统跟参谋联席会主席 讨论完之后 然后跟核弹指挥官沟通 然后涉及 可是如果像这一次 普丁干的这种事 就是他把整个核战演习 提升了 他提升了 就是俄罗斯可能 随时就会用核弹 那这个时候 美国的这个三个保险机制 它的时间会缩短 它时间会缩短 我本来是 我有非常充足的时间 讨论要不要使用核弹 要不要怎么样 那可能这个很周延 现在是紧急状况了 现在是紧急状况 就是当俄罗斯的总统普丁 他如果砰一个打出来 那在他的核弹飞出来的同时 美国叫决策要不要打 你看那个时间多短 所以说为什么 泽伦司机说 如果再不截至俄罗斯的做法 再不截至普丁的做法 就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 就是这样 因为俄罗斯总统普丁 已经很明白的想到了 我为什么要做核战演习 就是我知道 如果我动用核弹来打乌克兰 北约会用核弹打我 美国会用核弹打我 打哪里 打莫斯科 打克里姆林公 所以他已经告诉你 莫斯科附近的人 赶快做核战演习 先疏散 先做好准备 就表示什么 我已经有跟你拼的这种感觉 那你的这个动作 就会让北约 让美国 他整个核弹的程序 就要缩短 核弹决策程序就要缩短 如果你打出来了 美国不可能等到你核弹落地 我再打那打不了了 对 所以你射出来同时 我就要射出来 所以你看 那个决策的时间 会因为普丁的挑 这不是要挑衅 普丁的毁灭按钮按下去 造成其他三方 本来是为有这个非常 非常周延的一个核弹程序 被迫缩短 对 所以那次世界大战 不是说我们一打 像这样打一个月 那是一下就毁灭了 一次就毁灭了 整个北半球 整个北半球 陷入 陷入整个核安 核安危机 那重点 那俄罗斯本身 有没有那所谓的保险机制 难道普丁一个人要发疯 就全部的人要跟着他去吗 其他人有没有可能出来 这个阻止他 有 对 所以说普丁现在身边 他们的做法 跟美国是差不多的 他也是有三个人 包含普丁 三个人密码 同时核定之后才可以发射 所以说现在 另外两个长有核弹密码的人 封了你知道吗 因为如果你不答应 普丁会不会对他加害于他 有可能 对 所以说他们就封 所以说为什么说 现在很多政商人士说 干脆把普丁干掉 干掉 对 直接暗杀掉 对 因为手上除了普丁 具有这个核弹的核准密码 另外还有两个人 手上也有 那这两个人有良心 要去阻止普丁 那他是不是可能会变成 普丁谋杀或是刺杀的对象 先把你干掉 换成赞成我的人 所以说这些人 就开始要反击反抗了 所以普丁他的做法就是 我宁可 我宁可天下人 都已经被我毁灭 但是我的权力还在手上 至于他掌握了权力 是核战后 只遗留的那些 所剩无几的人 因为这个核战一爆发 俄罗斯大多数人都要毁灭 对啊 因为能够进入 核安演习场所的人 能够进入整个领导核心 地下十几层楼的人 就只有他政府的高官啊 大多数的人民 你就算躲到火车铁轨 就算躲到地下铁 就算躲到地下室 几层楼的地下室 那第一次的核弹 核弹一爆炸 第一个震波 那个整个地震 比九一大地震还要强 一个震波 震波完之后 你没有被震死的人 第二个就是热辐射 整个热辐射烧出来 比俄罗斯打到 这个马力波的 那个所谓的热压燃烧弹 还要强 对 还要强 千百倍了 那个连水泥都会被摧毁 会融化的 那你想想看 你人躲在地下 还不是被烧死 然后如果说 这两波你都躲过了 第三波核污染 那个是五十年以上的污染 所以整个北半球 会被毁灭掉 所以如果要 但是在发生灾难之前 应该有人会想办法去阻止吧 对 就是现在唯一的方式 就是普丁的脑子 想什么不知道 那就是另外两个拥有核弹密码的 会相当的紧张 所以他这时候 必须要找很多人说 是不是要先把普丁 普丁手上的密码给解除掉 因为曾经美国 有这么一个解除机制 就是美国有一任总统 他不小心他的那个 那个密码掉了 他不见 他很紧张 他怕被坏人捡去 冒总统的名 就要发动核战 后来国安会 他们的整个 这个国安会开完会之后 就解除了总统的那张 密码卡的机制 重新立一个 所以普丁的做法 可不可以这样做 我觉得现在俄罗斯内部 有一些人开始觉醒了 因为觉得普丁 他不是为了民族而在 他是为了自己的声明 不惜毁掉全人类 所以这种状况 我觉得这个消息不假 俄国很多政商民流 因为他自己的财产 除以二了嘛 缩水了嘛 再来就是你要毁掉这个世界 那我干嘛要被你毁掉呢 对啊 俄国的高官也想说 我日子过得好好了 我为什么要跟着你疯狂 然后把自己国家 可能搞到灾难 我们全部赔了命 爽了你一个人 所以说现在要把普丁拿掉的 应该不止少数的负伤 我觉得很多手上 另外的两个拥有核达密码的人 也很想把他给干掉 是来来国东哥 所以现在俄国的高官高层 甚至是民间各方面 或是富豪等等 开始猎杀普丁了吗 全世界已经进化到 这种程度了 既然还会有人想要 启用核子武器 来作为战争的这个攻击武器 我是觉得说 这已经是疯子在想的事情了 这种链头 连有都不应该有的 以前我们在看二次大战的时候 在谴责希特勒说 怎么世界上会有这样的疯狂的人 怎么会这样屠杀犹太人 应该不会有了吧 六百多万的犹太人都被屠杀了 后面不会应该有这种疯子 可是今天看普丁的这种 这种整个思考模式的话 你真的会心寒 怎么会还有这样的人类存在呢 今天普丁面对的困境 两件事情可以证明给大家听看 一件事 前一段时间普丁很少公开在谈话 都是哲伦司机在电视上 一下子到这个国家的议会 发表私信 一下子在美国 一下子在英国 一下子这几天又在以色列 普丁都没有讲话 可是最近联系 这几天 你看普丁不但在电视上公开谈话 也在广场上拿麦克风 他上礼拜有个造势大会 对 造势大会 就表示他已经内心不安定了